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植看門道 我是安祖哥 中華職棒34年6月份 除了戰狂金屬白熱化 爭奪季冠軍之外 場上也仍舊有一些花絮故事 請看我們整理的6月份十大好種事件 6月23號 天母圓龍站 一局下半龍隊兩出局一三雷有人 極力極撈廣冠冠面對真人和 兩號兩壞之後 彈指曲球外角挖地瓜 扶手中家翔擋住之後 發現劉七鴻往二雷跑 於是立刻長穿二雷 此時劉七鴻才剛跑過二分之一的壘距 緊急煞車掉頭回一壘 而熱天二雷手馮建廷接到球之後 一邊看著三雷跑者郭天信 然後開始追劉七鴻 此時郭天信又往本壘跑了幾步 結果造成馮建廷分析 每年及時把球傳給一雷手廖建復展開夾殺 劉七鴻最後跑著跑著 竟然就順利的跑回一雷壘包 而三雷跑者郭天信健壯 也直接掉頭回到三壘 馮建廷在猶豫之間體會到 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在 6月27號嘉義元市站 六局三半原隊兩出局一壘有人 凌晨飛打機面對胡志偉 兩毫兩壞時一顆外角高調的適逢入球 打者出棒打成插棒接外球 此時球又彈回到本壘後方 只見這時候球通衝出來撿球 朱神吳家維也轉頭跟他要求時 結果球通一個急停煞車 卻不小心滑倒 一屁股跌坐在地 幸好沒有大礙 也為這場緊繃的戰局添加了一點花絮 6月10號週季元巷戰 依局下半相對月正花打擊時 場邊PASSION SISTERS 麥麗的帶動跳應援舞蹈 此時貴貴麥麗熱情的跳著舞步 然後突然手上的加油棒 不小心脫手而出 更令他尷尬的是 加油棒剛好穿過擋網 直接掉進中性球員休息室 令他相當的傻眼 也讓旁邊的板神啦啦隊女孩們 忍不住笑場 唯獨當時正在帶球迷呼喊 應援口號的團長小白 只能硬憋著笑把口號帶完 而貴貴當下立刻跪球 有好心人幫他撿起來 這時相對林屋敬尾過來 幫他把加油棒丟回去解圍 使得貴貴自從2018年6月10號 水槍拉帆的霧射事件之後 再度為自己的笨蛋視序集 添加題材 事後受訪時 未貴笑稱林屋很像湖水女神 拿著金色或銀色加油棒 自此之後 他把加油棒握得緊緊的 生怕再此出意外 6月9號週季原相戰 4G上半熱天一出局成成為打擊 一壞球後 好球袋內角第一位置的速球 一棒打成本壘後方接壞球 飛進觀眾戲裡面 只見這球落點 直接朝著一位女球迷 和他懷中的小孩落下 然後女球迷的老公 這時很MAN的伸出右手 直接擋住了這球 避免自己的蹊跷被球打傷 正當大家為這位男球迷 應用的行為鼓掌時 結果發現這位女球迷看起來有點眼熟 竟然相當審視 2011年9月24號 對著老公發出死亡之凳的女球迷 朗石一位父親為了接接外球 不小心讓女兒摔出去 氣得女球迷相當生氣 朗石還一度紅到國外 登上美國新聞 經過對照兩位球迷畫面 的確有點相似 也引發網路上球迷的熱烈討論 覺得兩人真的很相像 6月22號桃園遠視站 二局上半視隊滿壘五人出局 林毅全面對雷發打第一球 右外野深遠飛球 樂天右外野手沈進 推到警戒區接殺後回穿內野 此時中間做CUT的二壘手馮建廷 沒有移動到比較好接球的位置上 使得這球就從他的腳邊反彈過去 而站在馮建廷後面的梁家總 則是來不及反應接球 使得這球一路滾到本壘和三壘之間 一壘跑者蘇智傑健壯 成績衝二壘 原本因高飛犀仁拉 跑上三壘的林安可 同樣拔隊狂奔回來得分 讓視隊在沒有急速安打的情況下 一局攻下兩分 馮建廷這個CUT沒有確實做好 使得球隊多丟一分 砍得右外野手沈進 以及原隊中教練整好局相當的傻眼 6月1號台南遠視站 三局下半視隊兩人出局一壘友人 領主接打擊面對投手陳柯毅 一好球之後好球在外角腰帶高度的滑球 領主接出棒揮空後轉身回頭 突然被眼前畫面驚呆了 這時聽到主嬸羅君宏大喊防護員 只見捕手宋家祥滿臉失血 而頭手陳柯毅也是相當傻眼 到天防護員上來趕快幫宋家祥止血 這時看見宋家祥滿頭大汗 疑似因當天天氣悶熱 使得他身體燥熱引發流鼻血 即便完成止血之後 熱天教練團保險起見 還是把年輕小將宋家祥給換下去休息 經過休養之後 宋家祥身體恢復沒有大愛 6月2號桃園幫園站 起局下半樂天兩出局 朱宇賢擊出二雷滾地球 遭到刺殺出局後 雙方攻守交換 此時場邊DJ放棄賽後表演嘉賓 高爾瑄的最後一次這首歌 正當畫面遭到樂天女孩引熱 在他甜美笑容帶動下 看著球迷們相當的嗨 只是不出意外的話 馬上就要出意外 你要我相信你 但絕對是你在騙我Goddamn 不是我 我前妻的美 這件外號是淺藍色的 我前妻是深藍色的 這件外號 要不要買裝 這時音樂突然出現另一位直播主的聲音 從間一度出現兒童不移的字眼 停的隱熱一臉驚訝惡 之後鏡頭更是帶到高爾瑄本人 只見他本人也是相當無奈傻眼 隨後當他發現鏡頭在照他時 立刻興奮的手舞主導 這起烏龍播放事件 算是給當天動直趴主題日 帶來花絮故事 而同樣的DJ組周事件 6月13號新莊 同樣是上次放錯音樂那場的兩支球隊交手 這次主角換成富邦主場DJ 5G下半富邦公式結束之後 沿見主場球隊落後5分 球迷們紛紛把目光放在應援舞台上的啦啦隊 想要轉換一下心情 緩解主場球隊落後的鬱悶 只見富邦Angels已經在舞台上就定位 準備展開中場舞表演 當音樂一下 只見女孩們滿臉問號 欸 好像不是這首歌喔 之後換了一首之後 欸 好像也不是喔 此時富邦應援團主持人JuCy出來緩和氣氛 安撫現場觀眾 漂亮的舞蹈是值得等待的嘛對不對 再次熱情的掌聲 非常抱歉 因為今天有稍微溝通上面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中場正片暫時取消 非常抱歉 然後伴隨著場面觀眾 佈滿了鼓噪和氣氛 讓原定的中場表演 在驚嘆號當中畫下句點 6月6號天母圓龍戰 樂天隊陳成威賽前 而樂龍對郭天信請的飲料 想不到這杯飲料代價很大 當天比賽四個打數沒有安打 其中三次不錯的強進擊球 但卻都被郭天信給揭殺 使得最後他忍不住在休息室苦笑 之後在6月29號桃園主場迎戰衛拳 陳成威靠著關鍵跑壘獲選單場MVP 原本她想說這次都拿MVP了 不會再這麼衰了 結果當受訪完之後 趙慣立準備跟樂天女孩熱舞 此時她呼喚著本場滲頭王志軒一起上來跳 正當音樂沒播放多久突然被切掉 然後樂天女孩以軒呼喚之下 DJ改播放學貓叫 以軒你要聽什麼 學貓叫 時的去年底受到場外飛聞事件影響的陳成威 臉色變得十分尷尬傻眼 然後露出苦笑 幸好音樂播了15秒左右就切掉 但肯定讓陳成威再次覺得怎麼那麼衰啦 6月23號週季副棒中心之戰 相對先發投手鄭浩君前面5局50分 第6局去投 只不過這局鄭浩君的狀況不穩 接連的寶雙安打讓副棒5人出局攻佔滿壘 此時相對投手教練王建民決定上來換投 鄭浩君也明白自己本場工作結束 於是先跟隊友們集權 對於自己這局的表現相當的自責不滿 於是走下投手球之後 突然將手上的球朝一壘側觀眾席尾端 沒人的觀眾席區域把球扔出去發洩情緒 突出取來的舉動 也讓場邊球迷震驚 不過類似的場面 2007年8月31號 案發現場同樣在台中 而場地是台中棒球場的向牛大戰 9局上半相對攻下5分超前後 兩出局二壘友人 彭正銘沒能把握機會急出彎打 擴大球隊領先分數 只見他急出游擊滾球遭到刺殺 然後生氣的把頭盔護具球棒甩到一邊 9局下半恰恰被調往中外野防守 換局兼熱身傳球 只見他最後奮力的把球扔出中外野積分板外 同樣戰進全場 而當年還是選手的黃太龍教練 想到當年的畫面 則是對著恰恰比個讚 不忘開老戰友玩笑 賽後鄭浩君也為自己情緒失控的行為道歉 下次會要自己冷靜下來 避免重蹈覆測 6月22號桃園思源站 9局上半師隊一出局一壘友人 輪到本場比賽手感不錯的林逸泉打擊 面對投手揚冰 第一球內角擊最低位置的花球 林逸泉出棒打成二壘手方向滾力球 只見林逸泉想要展現奮戰態度全力跑壘 但是他起跑重心壓得有點低 跑了七步之後 整個人就扑該跌倒撲下去 此時場上樂天球員健壯 非常的冷靜 煩惱是師隊休息室裡面 每個人嘴巴都忍不住在笑 等到笑完之後 才關心林逸泉有沒有事 閒見他在球隊的人緣不錯 才會讓隊友如此在乎他的一舉一動 6月23號 洲際富邦中信之戰 三局三半一出局李中賢打擊 此時一列車的PASSION SISTER 紛紛幫軍白上裝備 讓他穿上雲二粉絲自製的背心 並在背後插上旗子 之後兩號兩外時 軍白雙手拿著旗子揮舞 突然這個風格有點像廟會Style 宛如仙氣十足的三太子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